欢迎来到我们的娱乐社媒节目 今天我们有好几则热门新闻要跟大家分享 第一则是关于香港导演杜琪峰的陈年照片 在社交媒体上引起热议 照片中年轻的杜导演帅气逼人 让不少网友惊呼 原来他年轻时是震魔的有形 有人甚至说 他的帅气程度被幕后工作给耽误了 如果当初选择当演员 可能会是另一番天地呢 不过我们也很庆幸 因为有了杜导演的杰出导演生涯 我们才能看到纳摩多经典的电影作品 接下来 谈谈艺人的奇迹相遇和意外事件 曹西平与龙千玉的友情让人感动 而陈伯宇在Edward Chong的作品展上不慎跌倒 却坚持完成演出 展现了职业精神 另外 马来西亚拿都千金庄思敏 分享了他在娱乐圈的经历 他的故事引发了不少讨论 而新加坡女团By2的成员 Yumi的身材变化 也引起了网友的关注和担忧 最后 不得不提的是一些艺人 在演艺生涯中的新尝试和挑战 像是Jade乐团的主唱 都都在演唱会中的浪漫惊喜 以及江洪杰在官司胜诉后的首次亮相 他对未来的演艺规划 展现了开放的态度 还有 柯淑琴的女儿婚礼上的感人时刻 以及葛中山重返乐团的决心 都是让人瞩目的话题 总之 娱乐圈总是充满了各种精彩和感动的故事 而我们将继续关注这些故事的发展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杜琦峰陈年照流出极大众脸 壮样多位男星最似凡少皇 网民在亮仔 被幕后工作耽误 星岛日报 近日 香港电影导演杜琦峰的年轻照片 在社交媒体上曝光 引起了网友们的热议 照片中的杜琦峰非常年轻 拥有一头时尚的70年代型男发型 许多网友看完照片后纷纷表示 一开始以为照片中的人是周润发 谭永林 曹永莲等人 也有人觉得他和樊少皇很像 网友们纷纷称赞杜琦峰年轻时非常帅气 庆幸他选择了幕后工作 否则电影界会失去一位优秀的导演 杜琦峰是香港电影界的殿堂级导演 曾获得多次金像奖和金马奖的最佳导演奖项 他在导演生涯中拍摄了许多卖作的电影 尤其擅长警匪题材 此外 杜琦峰还是首位受邀在国际三大影展担任评审的香港导演 虽然在职业生涯中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但杜琦峰的年轻照片却展现了他另一面的魅力 虽然杜琦峰年轻时的照片引发了网友们的热议 但他始终专注于幕后工作 没有选择在一幕前发展 许多网友纷纷表达了对这位好导演的赞赏 并认为他是被幕后工作耽误的好演员 他们认为如果杜琦峰选择了演员的道路 香港电影界就会失去一位优秀的导演 也会少了许多优秀的电影作品 总的来说 杜琦峰年轻时的照片引发了网友们的热议 许多人都对他的帅气外貌表示赞赏 虽然他在职业生涯中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但他始终专注于幕后工作 没有选择在一幕前发展 网友们纷纷表示庆幸他没有转行 否则电影界就会少了一位优秀的导演 善良的人会相遇在一起 曹熙平同框龙千玉有洋葱 自由史报 曹熙平深知自己已经退休 但他依然非常感激龙千玉一直以来的关心和支持 他表示自己会全力以赴 继续经营耳环事业 同时也感谢龙千玉的孝顺和善良 相信好人聚在一起会有更多美好的相遇 Edward Chan作品展报意外 陈柏宇楼梯跌倒 虚作轮椅离场 星岛日报 音乐监制Edward Chan的个人作品展 Blueprint of Memories by Edward Chan 在亚洲博览馆举行 其中有份演出的歌手陈柏宇 在演唱陈奕迅的忘记歌词时不慎跌倒 但他表示自己无大碍 并完成了整首歌的演唱 Edward Chan表示 虽然意外难免 但他会提醒演出歌手小心踢急 此外 星岛申诉王推出了新项目区区有申诉和我要赞取栏目 邀请市民分享身边的好人好事 富贵失婚女星报娱乐圈密文 失照霸气反击公司 某人敢前规则我 星岛日报 马来西亚拿都千金庄思敏 在抖音分享了他在娱乐圈的经历 他表示 由于家境富裕 他失去了不少工作机会 但他坚决表示 娱乐圈没有人敢对他进行前规则 然而 他也透露曾被公司要求提前打工 庄思敏的经历引起了许多网友的关注和讨论 庄思敏是马来西亚拿都千金 家境富裕 他在抖音分享了 因出身富裕而失去工作机会的经历 庄思敏指出 自己出入娱乐圈时 没有透露自己是富家千金的身份 然而 他也表示 由于家境富裕 他不曾见过潜规则的情况 庄思敏还分享了公司要求他贴钱打工的经历 他表示 公司认为他有钱 希望他在投资上给他们带来利益 庄思敏的经历引起了不少网友的关注 有人赞扬他的坚强和勇气 认为他能够在娱乐圈中保持自己的独立和原则 然而 也有人对他的言论表示怀疑 认为他在富裕家庭的背景下 更容易获得机会和资源 无论如何 庄思敏的经历都展现了他在娱乐圈中的努力和奋斗精神 何佑君就爱32岁生日 瘦如纸片人 尚未臀部依然肿胀 网民力劝第一声 星岛日报 新加坡女团By2的成员Yumi 最近在社交媒体上晒出自己的照片 引起了网民的关注 照片中Yumi的腰部非常纤细 但尚围却异常丰满 臀部曲线也非常突出 身形比例十分夸张 Yumi在文中表示自己体重降到了42公斤 虽然他否认刻意不吃东西 但网民们仍然对他的健康状况表示担忧 Yumi曾因与赌王四方公子何佑君的恋情 和王力宏的出轨风波而受到关注 他与何佑君的恋情只维持了一年多就宣告结束 而与王力宏的传闻也引发了争议 Yumi被指为王力宏的出轨对象 但他坚称自己与王力宏是在他结婚之前交往 并与2013年分手 然而李敬蕾晒出了证据 指出Yumi在2015年仍然与王力宏有联系 Yumi因舆论压力而被指服要轻生 但他后来澄清并非事实 除了感情事 Yumi和他的姐姐Michael的外貌变化也受到争议 自2008年出道以来 两人的五官和身材比例经常被指尽化 引来了网民们的讨论 有人甚至戏称以为团圆换人了 Yumi的32岁生日即将到来 希望他能够保持健康 并继续追逐自己的梦想 总的来说 Yumi的身材变化引发了网民的关注和担忧 他的健康状况成为讨论的焦点 同时 他与名人的恋情和出轨传闻 也在舆论中引发了争议 无论如何 希望Yumi能够保持健康 继续努力追求自己的音乐事业 Jade主唱演出中接手机 女友登台同乐 自由时报 摇滚乐团Jade在台北举办了万物监狱演唱会 给粉丝带来了惊喜 主唱兼吉他手嘟嘟接起变化 与一名神秘女子对话 结果女子竟然现身 原来是嘟嘟的演员女友马世元 Jade还邀请马世元担任演唱会的嘉宾 并改变了一首南韩女团的热曲 让台下歌迷热情高涨 鼓手AJ表示 Jade希望能跟着歌迷去更多地方 变成年会 江洪杰官司胜诉手现身 演戏漏臀没问题 自由时报 江洪杰日前成功解决 与前妻福原爱的官司 双方和解收场 江洪杰感谢大家的帮助 但对于与福原爱协商多久 才达成共识的问题 他低调回答 不方便透露 江洪杰最近加入了 闫亚伦的经纪公司 未来在演艺规划上没有设限 他表示 自己想多尝试不同的事情 把自己的工作安排得更满 因为对运动员来说 不能停留在原地 他还透露 参与电影客串演出 并表示自己 不排斥接戏剧 演出尺度无限制 当被问到能否接受露屁股 江洪杰大方表示 如果自己练好了 当然没问题 柯淑琴嫁女类崩 杜磊叩手谢亲恩 自由时报 杜磊感谢母亲 柯淑琴多年来的养育针 并表示 婚礼的筹备时间不到一年 没有任何表演节目 只保留了重要的仪式 柯淑琴穿上 20年前的大红色旗袍 出席婚礼 展现出她的好身材 当杜磊和新婚丈夫 跪下拜别妈妈时 柯淑琴看到他们 三叩手后爆哭 哽咽地对女儿说 把你养到这么大 我什么都没办法给你 但我给了你 一颗善良的心 她也叮咛女婿 好好照顾女儿 珍惜彼此 互相扶持 这番话让人动容 人物专访 葛中山猛宠为 半变温柔 重拾饶舌魂 自由时报 华语乐坛饶舌女歌手 葛中山在五年前 离开演艺圈 并回到纽约 进行身心调整 她坦言自己 曾经面临低潮 感到压力巨大 在纽约的生活中 她养了一只狗狗作伴 这让她逐渐 找回了生活的重心 去年 她在金曲奖的演出上 再次登台 重新感受到了 表演的快乐 现在 葛中山计划 在台北举办个人演唱会 她表示 现在最重要的是开心 不再追求完美 预告演唱会嘉宾 将邀请新生代音乐人 猜猜我是谁解谜 蔡上画主持杜金 多重身份求保障 自由始报 蔡上画是一位成功的 节目主持人 曾与曾国成合作主持 全明星攻略 并获得金钟奖益智 及实境节目主持人奖 她对曾国成充满感激之情 称她是自己的榜样 非常认真和温暖 从未听她说过任何人的坏话 蔡上画除了演艺工作 还担任多个斜杠身份 如创意长 行销长等 她认为通过斜杠工作 可以获得新的技能和成就感 她计划在今年尝试 不同类型的主持工作 如外景 谈话性节目 并计划上表演课 提升自己的表演能力 汪小飞抱走行径脱序 张岚护子只喊遭暗算 自由始报 汪小飞前天两次闯入 大S的豪宅 并声称 要实名举报大小S滥用药物 她的婆婆张岚 随后在直播中声称 汪小飞是遭到暗算 并指责大小S一家六口 推倒保姆小杨阿姨 大S的经纪人 回应称 这些说法不合理 他们希望事件能尽快结束 汪小飞的行为 引发了中国网民的不满 被称为丢人现眼 大S则转发了 关于花路含义的贴文 似乎将前夫的行为 视为镜花水月 小薰扮柯书员前妻 戏外互动如妇女 自由史报 东森医疗剧《生命捕首》 邀请了黄静怡和米可白 两位金钟女配角 客串演出 黄静怡饰演柯书员的前妻 米可白则扮演一位 罹患红斑性狼疮的急救病人 据小薰透露 柯书员私底下像爸爸一样 关心她 会叮咛她一些事情 而柯书员对小薰说 这次演我的妻子委屈你了 下次我演你爸爸 米可白在拍摄前 需要花费很多时间 画上红斑商装 她难忘的是 演出中的吐血场景 一开始 她不知道如何展现 向现场护理师咨询后 对方告诉她有点缺氧 还会咳出血 为了更好地表现出猙獰感 她加速唤起 结果因为太过入戏 几度差点呼吸不过来 给自己带来了身体和心理的 很大负荷 莫允闻赞郑人朔稳攻 塔罗牌印证 温柔硬汉 自由史报 郑人朔和莫允闻 在《灵异》影集魏靖元中 展开一段暧昧情 他们首度合作 两人互相赞赏对方的表演 莫允闻感觉到郑人朔 表演时的热情和真实情绪 而郑人朔则觉得 莫允闻是个认真 而给人惊喜的演员 他们在新加坡拍摄时 感到亲切 因为郑人朔的台湾口音 让莫允闻感到 有一种老乡在一国一起打拼的感觉 郑人朔在剧中 也挑战了巷弄追逐和打戏 虽然受伤 但他表示已经习惯了 莫允闻剧中的角色 只能化为恶鬼徘徊人间 寻找郑人朔的踪迹 这让他们都有着深刻的记忆 日韩艺人拼场 批震撼开场 粉丝手登应援 Fruits Zipper大秀 新可爱风格 自由史报 亚洲天后Boway近日 在高雄举行演出 吸引了上万名歌迷前来观看 他带来了Better 第一 Hurricane Venus等热门歌曲 现场气氛非常热烈 同时 同门师弟 Shiny的Key也来到高雄 他独自一人上台表演了最新歌曲 过于Great Coloss 展现了他的热情和实力 另外 卡丽怪妞 师妹团Fruits Zipper 也是第三次来到台湾 他们在高雄游览了一些知名景点 并在演出中表演了保持完美主义 我最可爱的地方等歌曲 赢得了粉丝们的喜爱 暴女不惜代价 变身名媛 棕榈滩 争名逐利 自由史报 克利斯汀威格 在最新的Apple TV家影集 《圆梦棕榈滩》中饰演一位名媛 他表示 演员的意义在于能够深入挖掘角色 并且认为这是他作为演员的初衷 他强调 影集以有趣的方式触及一些更深层的问题 包括政治 妇女权利和战争等 影集描绘了1969年的上流社会 通过奢华的服装和不景设计 展现了当时丰富多彩的魅力 克利斯汀也解释了 为什么近年来 以富人或奢华上流社会为背景的影集 受到欢迎 他认为 人们喜欢看这类作品 是因为可以进入一个不属于自己的世界 同时也因为出色的角色 《愿梦棕榈滩》已于全球上线 谢谢大家收看以上节目 这是我们的编辑团队为大家搜集 整理的 认为有价值的信息 观点 但是并不一定代表我们立场 不作为任何行为的建议 欢迎大家为我们的节目点赞 订阅我们的频道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